我为妻子举办了一场摄影展 从来不拍人的她 却能洗出整整一百张 死去的白月光的照片 放到展览上 而我只在风景照里 有半个背影 我不应该和死人计较 却偶然看见了 活生生的宋希 我告诉妻子后 她沉默了 我心里释然 她原来早就知道 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了她 不顾她的哭泣转身离去 妻子柳如烟是位摄影师 一直想要有一场自己的摄影展 我忙碌了小半年 终于拿到了审批 可当我看到摄影展里 一半的照片都是宋希时 心里还是忍不住的落寞 宋希已经死两年了 她还是忘不了她 柳如烟说过 她不喜欢拍人 却能洗出这么多宋希的照片 下夜里在操场打篮球的 在阳光下灿烂笑着的 甚至满眼爱意的 看展的路人窃窃私语 这场展览叫念希 是摄影师的爱人吧 这些照片真是充满爱意呢 我心里闪过一丝刺痛 装作没听到她们的话一样 看着柳如烟镜头下的宋希 是那么张扬活力 和沉闷思版的我完全相反 我想起了和柳如烟 刚谈恋爱的时候 总是看着她摆弄着摄像机 我开玩笑的 让她也拍一拍她的男朋友 得来的却是她冷漠的眼神 和不悦的皱眉 看着忙忙碌碌 介绍着自己作品的柳如烟 我摇了摇头 把脑子里那些杂乱的想法甩开 我不应该和死人计较 柳如烟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神带着歉意 你知道的 我只是纪念她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我早已经习惯 她每次表达对宋希的想念后 对我表达的歉意 所以我只是无所谓的摆摆手 没事 我知道的 她见我没有表达不满 松了口气 向一旁的年轻女孩 介绍她的作品 一张病床上的宋希 她那死去的白月光 这张 是我最完美的作品 她哽咽道 我难过地收回目光 想在这场展览里 找到除了赞助之外 我的踪影 我一遍遍走过这些作品 照片中包含的汹涌的爱意 刺得我眼疼 终于我在风景区找到了一张 蔚蓝的大海边 金黄色的沙滩上 仅有半个背影 和旁边人像区 一张张完整的人像 精美的构图形成了对比 我深吸一口气 心里好像被蚂蚁啃食一样的刺绕 但还是打电话 让苏念买下这幅照片 我看着柳如燕接了电话 面上却满是不解 那幅是我用来凑数的 比不上其他作品 你真的要购买吗 凑数的 可这却是唯一一张 我在她身边存在着的证明 我毫不犹豫地把钱转给了苏念 吩咐她一定不能让柳如燕发现 摄影展结束后 我找到柳如燕 准备一起去吃饭 然后回家 柳如燕却闪过一丝 不自然的神色 我今天还要清理会场 你自己先回去吧 我不明白地看向她 我能帮你收拾 她却换了一副样子 撒娇地看向我 我知道你累了 我自己能做好的 她很懂怎么拿捏我 我只好忍住了怀疑 叮嘱她注意安全 回家后 我看见她社交平台 更新了一条新的动态 感谢今天来看展的朋友 感谢让我照片出现生命力的她 感谢买了作品的客户 没有你们 就没有这场我梦中的展览 配图是她认为的 最完美的那幅作品 她感谢了所有人 却唯独没有 忙前忙后策划展览的我 我嘴里莫名地开始苦涩 喉咙也干干的 其实我早就能预料到 却还带着那一丝 道不明的期待 二 这一晚柳如烟彻夜未归 这对她来说也是正常的 我之前也质问过炒锅 换来的是一次次她的冷暴力 一夜变成两夜 也可能是三夜 我不知道她在外面做什么 她也从不会给我说 我对柳如烟的关心 对她来说是她向往自由的束缚 所以我一个人刷牙洗脸 看电视 又一个人躺上了床 清晨我醒后 看见了买早饭回来的柳如烟 她扬了扬手里的包子 给你带来牛肉包子 来吃吧 我问她为什么不一起吃 她说她吃过了 所以一龙六个包子 还剩了两个 我咬了一口 又吐了出来 只有没看向她 有香菜吗 柳如烟恍然大悟 我忘了 你不吃香菜 牛肉包子有无香菜的 有有香菜的 我一直吃不惯香菜的味道 和她一起买的都是没有的 有香菜的 是她白月光宋夕爱吃的 我好想质问她 已经嫁给我两年了 为什么还对她念念不忘 但早在刚结婚的时候 我就质问过无数遍了 她只会用一种复杂的眼神 看着我 宋夕已经死了 而我已经嫁给你了 你为什么 还要和一个死人吃醋呢 次数多了 我也不在一起来 可是我又想到了 那场无畏她 她为她而办的摄影展 我沉默了半刻 还是把花椰了下去 没事 下次别忘了就行 她注意到了我的异常 走过来抱住我的脖子 别生气了 我最近几天 都会在家里陪你的 柳如烟身上 有一股淡淡的 我说不出来的味道 你昨天去哪了 我很担心你 她却立马松开了我 下意识想皱眉反驳 却看到我暗淡的眼神 支支吾吾 就是和一个朋友聚了聚 我想问得更深一点 她却摆了白手 说她累了 要回房间躺会 她在逃避 我来不及思索 苏念就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赶紧去公司 最近忙摄影展的事情 的确疏忽了公司那边 所以我立马换上西装 到了公司 苏念说那幅照片 放在了老位置 我点点头 她做事我一直是放心的 我赶紧处理了几个事物 再让部门经理汇报工作 忙了一天 已经傍晚 我打开手机 却没有一条 来自柳如烟的信息 苏念敲门走了进来 拿来了摄影展 亏损的报表 我点了点头 示意她先下去 我知道会亏 可我不在乎 这是她想要的 所以我要为她做到 可我现在为什么 心里有一股淡淡的悲伤呢 我揉了揉太阳穴 强迫自己 不再去想柳如烟的事情 专心投入到 接下来的工作上 凌晨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家里很冷清 空荡荡的 一看就知道 柳如烟又不在家 看着手机里的转账记录 她应该是出去逛街了吧 一个月里 她总有那么几天 会在外面发泄般的购物 我沉默地做好了饭 看着门口 等饭凉了 又熟练地再加热一次 再一个人伴着电视的声音 慢慢地吃完 又慢慢地收拾 三 想起来我的爱情还挺失败的 我是柳如烟的青梅竹马 却败给了天降的宋西 柳如烟喜欢她的时候 我只能默默陪在她的身旁 柳如烟答应我后 宋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你要多亏了我 后来我才听说 是宋西得了癌症 让柳如烟答应和我在一起 我真实的懦夫 就算知道了真相 却不忍心放弃着 她拉着我手的片刻的美好 看着手机里 源源不断地工作信息 我整理好了情绪 开始用工作继续麻痹自己 今天是周日 我没有去公司 柳如烟从外面回来了 她虽然看起来疲惫 但心情却很不错 我抬头看向她问了一句 这几天你去哪逛吗 柳如烟自若地 把手里的购物袋放下 和朋友出去逛了几天 她从来不会说清楚 说明白 而我也猜不透 猜不到 过几天是宋西的季日 我想又会几天都看不到她了 苏念告诉我 过几天有个项目要竞标 让我检查一下计划书 也好 她不在家 我也能用心工作 不用关心 她是不是又出门了 不用想 她是不是要回来吃饭 不用再做两个人的餐食 我没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柳如烟有点疑惑的皱眉 云婷 你最近有点不一样啊 我淡淡地看向她 没有 可能是最近没怎么见到 所以你会觉得陌生吧 我其实一直在向她表达我汹涌的爱意 只是她一直不回应 我也是人 我也会累 所以我想这样平平淡淡地也好 柳如烟看我没生气 按照我预料的那样说道 过几天是宋西的季日 我摆摆手 没事的 我知道你说过 你们不是爱人 只是知己 而且她已经死了 柳如烟默默看了我一眼 回到房间开始收拾东西 她只记得过三天是宋西的季日 却不知道也是我的生日 她好像从来没有问过 当然也不会记得 我们小时候 我会举办生日宴 她也会送我礼物 而自从宋西出现后 我就再也没收到过了 我订了一个很大的蛋糕 地址是送到公司 和大家共享 而且最近大家为了项目也辛苦了 我这个做老板的 也应该体恤一下大家 所以我订了三天的温泉酒店 带全体员工出发团建 四 到了我生日那天 蛋糕送到了公司 我也好不容易有了老总的样子 激励大家在公司继续好好工作 共创辉煌 接着我让苏念拿来了温泉酒店的房卡 统计大家的意愿 如果有人不想去 就这对应的现金 给大家好好放几天价 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大项目 大家给我唱着生日歌 说我人帅心善 把我最近几日的郁闷都逗走了 我们坐着大巴到了温泉酒店 这里风景很好 我早就想来了 只是柳如烟说他没空 所以一直没来 其实一个人也能享受这样的闲暇时光 我找了个半山的南浴汤 拿走浴袍就享受在温暖的山泉之中 看着半山的美景 心情格外顺畅 我趴着静静地享受 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赶忙擦干身上的水渍 披上浴袍来到了声音发出的地方 是一个大的浴池 我站在石头后面 看到了两个人在争执 明明是我先来的 我还放了东西站位 谁说温泉也要先来后到 你自己不先泡 还抢我的位置 这个人背对着我 可背影和声音对我来说 却愈发熟悉 我心里有了一个不可能的猜想 在他转身的时候 我全身血液都静止了 是宋希 真的是 宋希 她没有死 我想到柳如烟时长的失踪 想到她偶尔报复性的消费 想起那天展会结束的第二天 剩下的两个有香菜的牛肉包子 心里竟然有了一个更可怕的猜想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自己的房间的 我应该是震惊 还是应该生气 还是是被判后的痛心呢 好像都不是 是原来如此的释然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 我突然想起了当时领证时 对柳如烟说的话 如果宋希没死 你是不是不会嫁给我 她神色张黄的转移话题 这照片拍得挺好 从专业角度来说也不错 我震惊地在酒店 查了我银行卡的开房记录 有两间房号不是我订的 所以就是柳如烟带着宋希来的 我把房号拍了照 在这几天 不能影响公司团建的气氛 我和往常一样的和下属们待了三天 直到团建结束 我淡然地推开房门 柳如烟正坐在里面摆弄相机 她看到我后眼睛一亮 你回来了 对不起啊 昨天爸妈来过 我才想起来那天也是你的生日 柳如烟拿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块手表 最近是我的错 忘记你的生日 还经常不在家陪你 我打断了她的话 我们公司这几天在团建 她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去了阿尔山的温泉酒店 我观察着她的表情 她眼神出现了一丝惊恐 我接着说 我看到了宋希 活生生的宋希 柳如烟尴尴尬地笑笑 摆了摆手 云婷 你不要开玩笑了 宋希早就死了 怎么可能 我把手机里的照片拿了出来 是她开的两个房间 柳如烟沉默了 半课后 云婷 不是你想的那样 呜 我心里早就了然 我静静地看着她 那是什么样 摄影展结束那天 你也去找她了吧 每个月你消失的几天 也是在用我的卡 和她出去约会吧 柳如烟 你忘不掉她 我却能放下你了 柳如烟满眼不可置信 你要放下我 你怎么会 我也没想到 有一天 我能放下放在心里 这么多年的柳如烟 我看着愣在那里的柳如烟 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不能好好地谈清楚 我把东西收拾了一下 准备出差 让我们俩都冷静一段时间 她眼眶红红地看着我 要是以前 我早就不忍看她伤心 把她抱在怀里 慢慢哄着 可是现在 我只是递上一张纸巾 沉默不语 柳如烟看我拿走行李向外走 不像以前一样 看她委屈 就和她道歉 顾迎婷 你最好别后悔 你走了以后 就别回来了 我没有先去机场 而是到了一个收藏室 收藏室里 很多被框起来的照片 都是柳如烟拍的 都是我和她去拍的 柳如烟喜欢摄影 不喜欢条条框框的工作 所以我总会趁着有空 或者凌晨处理完 所有的事物 带她去祖国 大江南北的风景名胜拍照 那段时间还算是甜蜜的 她也很少提及送膝 全身心地投入到 捕捉美好的风光之中 她会因为自己 卖出作品而高兴 小女孩似的来找我炫耀 却不知道那些作品 都是被我买了下来 虽然很可惜 但我已经决定 好好告别过去了 所以再见了 这些美好 而又荒诞的回忆 我拿起了一幅照片 那是她和我在 一片森林里拍摄的 一只蝴蝶 被困在了蜘蛛网上 她为了等蜘蛛蚕蝴蝶 从下午等到了傍晚 困住不只是蝴蝶 困住的还有我 我何尝不是以爱为龙 把自己关在了 假象交织的爱情之中呢 我拿起手里的打火机 烧到了那幅照片 也把其他的话 一幅幅烧掉 恍惚间 我看见蝴蝶正直飞走了 也看见了曾经 还有自我的我 蝴蝶不用困在蛛丝 我也不用再为这柳如烟转了 我很抱歉地告诉苏念 我毁了那个收藏室 希望他找人处理一下 也很抱歉 我曾经的任性固执 给他和公司其他员工 添了很多麻烦 比如让他们当托 去参加了柳如烟的摄影展 不过以后不会了 我会好好管理公司 不会让他们觉得 跟了一个不靠谱的老板了 处理好后 我拉着行李箱到了机场 难得的收到了柳如烟 主动给我发的微信 云婷 你让我和你解释 解释 不需要了 我在温泉酒店的时候 就和苏念一起查了 他的那些行踪 一次次和宋希相依 在街头的长椅 一次次和他去服装店 给宋希买衣服 这都是我未曾享受过的 调查后我也知道 宋希为什么假死了 他的父亲欠了赌债 跳楼自杀了 我猜他是不想承担 于是让柳如烟配合 他演戏假死 那张最伟大的作品 骗过了所有人 赌场 我甚至包括柳如烟自己 他借着怀念之名 将爱意掩埋进 摄影展里的一张张照片 他们两个的戏剧 我是那个配角的小丑 可是抱歉 我不想演了 闹剧该落幕了 我没有回复他的消息 按下了手机的关机键 登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后 我的心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宁静祥和 六 盲点就是好 我根本没有精力 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公司为了这个项目 准备的还挺紧的 我又仔仔细细 检查了很多遍 信心满满的上台宣讲 父亲的朋友 在投标上看到我下场后 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到时候好久 没看到过你小子了 不过这次做得很好 有你父亲当年的风范了 竞标大会结束后 大家都要在这里 待一两天等通知 我于是请几位叔叔 一起吃了饭 他们不愧是 酒精商场的老人 教会了我很多 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第二天结果出来后 他们也没有心怀借地 反而兴高采烈地 过来恭喜我 我自然又请他们 吃饭喝酒 邀请他们以后来A市 见见我的父亲 也让我尽一下地主之意 这几天我都没怎么看手机 先把竞标成功的消息 发在了公司群 才看到柳如烟 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 有不曾被我冷落过的愤怒 顾云婷 我已经给了你台阶了 你真的不回我吗 也有不清不楚的解释 你能不能别生气了 我知道瞒着你不对 可宋熙被发现后 他就会死啊 最后是一句恳求 你回来 我们好好聊聊 好吗 我回复 好的确应该好好聊聊了 我给公司大家都买了半手礼 办了托运后 上了回家的飞机 我打车回到了家门 拿出钥匙打开门 第一个看见的 却是穿着我衣服的宋熙 他好像也没料到 能看到我一样后退了一步 柳如烟听见开门的声音赶忙出来 又看到宋熙穿着我的衣服 迅速给我解释 是因为他住的地方暴露了 所以过来想在我们家陛下 刚刚他不小心把衣服弄失才去换的 我和他没发生什么 我点了点头 语气平淡 笨 柳如烟皱眉看着宋熙 不是叫你穿其他衣服吗 你怎么穿了这件 我这才发现 宋熙身上穿的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是之前和柳如烟去云南买的扎染 因为他也有一件 所以我最喜欢这件 可现在 我只是笑了笑 没事 我不介意 宋熙还没搞清楚情况 看着我和柳如烟 烟烟 你在和他解释什么 他能和你结婚 他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之前我说把你让给他的时候 你别提 住嘴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柳如烟说的 宋熙别了别嘴 顾云婷 你竟然敢和烟烟生气了 真没想到 我没有看他 只是看向柳如烟 现在有空吗 我们出去聊聊 柳如烟看了一眼宋熙 支支吾吾 宋熙今天还得有人看着 我打断了他的话 好 没事 我等你 我环视了一圈这个房子 是柳如烟说 不想在别墅里 有人走来走去买的 里面好像也没什么 我必须带走的东西 全是他的摄影器材和作品 我淡淡一笑 有空的时候联系我就行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却被柳如烟拉住衣角 你去哪 你不在家里住吗 我盯着他微红的双眼 轻轻地扒开他的手 我回家 回到真正让我有归属的家 宋熙看我那么不给柳如烟面子 不知道在担心什么脸色一变 对我就破口大骂 你就这么对烟烟 你这个王八蛋 我把他让给你 没想到柳如烟先生气了 你别说了 宋熙不解地看着柳如烟 我们又做什么事情 他凭什么闹脾气离家出走啊 随后他又软了语气 烟烟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不想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关系 我静静地看着宋熙 他还想要钱 他以为只要我爱着柳如烟 就会心甘情愿地给他钱 而柳如烟又会给他 不过他的算盘可能要落空了 我什么也没说 决然地离开了 气 真正到了家门口 心里还有一丝胆怯 当时不顾父母祖兰 就和柳如烟搬了出去 不知道他们还在没在生气 王叔看到了我 亲切地招呼我进去 云婷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呢 进到客厅 我爸妈正在客厅看新闻 见我一个人回来 有点疑惑地问道 烟烟呢 我坦然一笑 我打算和柳如烟离婚了 爸妈都很惊讶 毕竟连他们都知道 我有多喜欢柳如烟 小时候 我爸妈刚刚白手起家 在一个小区租了房子 对门就是柳如烟一家 我当时三年级 刚刚转来人生地不熟 是柳如烟带着我熟悉了周围 还在有人抢我玩具的时候 保护了我 当时看着他站在我前面的背影 我的心就砰砰跳个不停 初中读完时 爸妈的生意投资非常成功 我们买了现在的别墅 我也转到了市中心的高中 但得知他在A大时 我毫不犹豫放弃了 出国留学的机会 就为了在大学和他重逢 只是没想到 缺了一段时间 就要缺失一辈子 怪不得说不能缺席每一课 只可惜我现在才明白 我爸沉默了半课 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你要想清楚 不要因为意气用事 就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我摇了摇头 语气坚定 我想清楚了 爸爸 我不会后悔的 因为既然决定了放弃 就应该断得彻彻底底 在家待了半天 陪爸妈吃完饭后 我就回到了公司 公司大家气氛很好 因为我说 今天拿完特产 就给他们放一天的假 晚上 我出钱给大家办了一个庆功宴 大家吃饱喝足后 我又宣布 我们要竞标一个新的项目 苏念那么严肃一个人 因为喝了点酒就打去我道 老板 你还真是给一根萝卜 又给一个棍棒啊 我微微一笑 只是让大家明天好好休息 休息完后还有一场仗要打 我刚把最后一个喝醉的员工送上出租车 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柳如烟 我接通电话 他在那头有些哽咽 云婷 送西出去后就没回来了 我怕他 现在已经深夜 我疲惫地坐上了出租车 他应该不会傻到光明正大的跑出去 你别担心了 柳如烟好像是怕我误会一般 我只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担心他 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有说话 柳如烟急得好像要哭出来一样 你别不信 真的是那样 我淡淡地打断了他 嗯 我知道了 不过和我没关系了 柳如烟哭泣的声音让我有点闷 你不要这个样子 云婷 等送西走后 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好不好 等过几天 他安全后我就会让他走的 我叹了口气 柳如烟 这是我为数不多叫他全名的时候了 明天有空吗 我们去我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聊聊吧 他好像有点欣喜 又有点犹豫不决 很像我之前和他表白后 等待他回答的样子 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迷茫 所以犹豫 会有期待 也会怕是和自己所期待的 完全相反的事情发生 见他久久不回答 我知道他又在逃避 我再次开口 我明天 很想和你谈谈 他沉默了半刻 声音甘涩 好 爸 定好时间后 我躺在了久违的床上 贪婪地呼吸着家里的气息 我知道爸妈就在隔壁 知道有人陪我 但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就算他睡在我的身边 甚至躺在我的怀里 我都没有感受到过安心 今天和爸妈吃饭 他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但还有爱情的甜蜜 两个人说说笑笑 让我知道了健康的爱情 真正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 律师说离婚协议书已经草拟好了 明天上午来公司带给我 我把床头之前贴的柳如烟的照片撕掉 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公司今天放假 我一个人收拾一下周围的垃圾 看了几份报表后 收到了柳如烟的微信 柳如烟说他到了 我拿着协议书下楼 在咖啡厅找到了他 柳如烟今天穿了那件扎染裙 化了妆 和平时在家时完全不一样 柳如烟看到我 眼睛一亮 随后欲言又止 我坐下后点了两杯咖啡 一杯美式 一杯拿铁 柳如烟颤颤颤地开口 你还记得我喜欢的口味 你是不是没有对我彻底似心 我可以解释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笑 什么时候柳如烟变成了曾经的我 只要他对我好一点 就算是给我买了没有香菜的包子 我也能高兴很久 觉得他记住了我的口味 没想到我现在给他点了杯咖啡 他也觉得我还是爱他的 柳如烟说着说着 说到后面他情绪激烈 我竖起手指 示意他安静一点 柳如烟眼眶红红 咬着嘴唇 我之前是喜欢送西 那是因为你走后 高中都是他陪着我的 我也承认和你结婚 是因为 我苦笑一声 我知道 是因为送西欠债 你作为他亲近的人 需要找一个 柳如烟打断了我 也许之前是这样 可其实和你在一起后 你陪着我去摄影 任劳任怨 而且你我小时候也是经常相处 我不是对你没有感情 只是还是念着送西 是吗 我静静地帮他补充 柳如烟点头又摇头 可能以前有一点 但是和他出去 是因为他说他没有收入 又不敢去外面工作 我想都是朋友 就帮了一把 听着他的解释 我心里有一种可笑的荒谬 他见我不幸 快急地哭出来了 是真的 和他去服装店 是因为他说要假扮情侣 那些追债的 会重点搜查一个人的男人 我看他还相信送西 毕竟夫妻一场 也给他提了醒 你有没有想过 你拿了那么多钱给他 他怎么还没还上赌债呢 我说完后 柳如烟愣住了 我点到为止 也不再细说了 从身旁拿出来一个文件袋 递给柳如烟 柳如烟好像有预感里面是什么一样 不伸手接过去 我深深叹了口气 我们应该结束了 柳如烟 我已经真的能放下你了 我真的能够放下年少的欢喜 重逢的喜悦 婚后片刻的幸福了 柳如烟哭了出来 眼泪一滴滴地流过他的脸颊 滴落在了桌上 我没有伸手给他擦掉 因为我不想让他误会 误会我心里还忘不掉他 我只是默默地把文件袋放在桌上 转身离开了咖啡厅 就 柳如烟几天都没有和我联系了 我找到了咖啡厅 看了监控 那天他坐在那里呆愣了许久 最后还是把文件袋拿走了 柳如烟还是不愿意相信 我是真的不爱他了 可是我是真的向前看了 苏念不用处理我的琐事后 干净满满 抓着我就让我赶紧工作 我把之前缺席的事情都补了回来 看着他们开会 也会提出我自己的意见 原来大家齐心协力 干一件事情的氛围是这么美妙 柳如烟还是会给我发微信 会分享他吃了什么 分享今天又去了郊外拍照 我都没有回 扫了一眼后 就继续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只是没想到 再见到他是在一个酒吧 柳如烟喝醉了 给我连续发了好多条语音 醉乎乎的 他说他知道宋希那天为什么消失了 因为他和他爸一样是个赌徒 他说他已经把宋希赶走了 让我不要再生气了 愿意用一生来弥补我 他说他是爱我的 是真的爱我的 我那天拉着行李箱离开的时候 他很害怕失去我 只是他太傲了 不敢承认我对他没有感情了 他哭着问我 我们还有以后吗 你能原谅我吗 我们能和好吗 这些话要是在之前给我说的话 我可能会幸福地抱起他转圈 快乐地找不到东南西北 可我现在内心却毫无波澜 没有一点其他的感觉 因为已经晚了 他对我的爱意出现得太晚了 已经追不上我失去的爱意了 听见柳如烟身边嘈杂的声音 他的父母毕竟也照顾过我 我俩毕竟夫妻一场 我打电话问出他的地址 开车过去了 刚进酒吧 就看到柳如烟坐在一旁的卡座上 他身边围着两个不怀好意的人 我上前去轻微地拦住了他 他却紧紧地抱住了我 嘴里喃喃道 云婷 我真的错了 我还以为后悔的会是你 可是 是我啊 云婷 我以前不该那样对你 能不能 让我补救啊 我先把两个醉汉赶走了 有点头疼地 看着怀里醉倒的柳如烟 他哭得歇斯底里 就算是宋西之前受伤的时候 他也没这样哭过 我叹了口气 把他搬回了之前在一起的家里 把他放在床上 手却紧紧抓住我的衣服 不让我走 我哀了一声 用力把他的手弄了下去 给他弄了一床被子后 就离开了 我出门的时候 看到了客厅里 现在最显眼的照片 是我 一个完整的我 看得出是手机拍的 不是很清晰 手里大包小包 拿着柳如烟的各种设备 爬着山路 不知道他从哪里翻出来的 竟然还打印了出来 可是我已经不欣喜了 是 回家洗完澡后 我给柳如烟父母也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 我准备和柳如烟离婚的消息 他们没说什么 只是让我们俩个好好考虑就行 也给我道歉 说知道他们女儿任性 一定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我也希望他们能劝下柳如烟 得到他们肯定的回答后 我挂断电话 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愉悦 我爸明天带我去和几个叔叔打高尔夫 后面几天准备项目 又要出差 忙碌的生活 让我心生满足 我看向手指上的婚戒 最近忙迷糊了都没有取 我把它轻轻取了下来 放在了抽屉里 又是一个无梦的夜晚 第二天和我爸出了门 打了高尔夫后 又去吃了饭 几个叔叔对我印象很好 都说我稳重 要把一些生意交给我 我仰起嘴角 眼中满是自信 让他们放心交给我 甚至上次竞标会遇见的叔叔 和朋友似的搂着我的肩膀 听你爸说你要离婚了 我女儿要从国外回来了 我连忙摆摆手 我还不想投入新的感情之中 想先做出一些成绩给我爸看 他赞扬地点了点头 但还是要了我的威信 接着又是没日没夜地磨了方案 我才知道我爸妈起家 真不是容易的 我以前还那样 时不时地跟着柳如烟到处跑 真是对不起他们 也对不起加入我们公司的员工 我整理好情绪 带领着大家继续完善方案 对项目竞标实在必得 柳如烟给我打了很多的电话 我手机静音都没听到 直到去机场前 才给他解释了最近很忙 他说他等我回来 他已经想好了 我问了一声 何苏念上了车 这次竞标我们没有成功 差一点点 我也知道 这次项目没有上次的简单 而我才开始认真 实在是拖了公司的后腿 但员工们都拿着一千奖金 笑嘻嘻地说没关系 柳如烟给我打了电话 我接了 他说他到我公司楼下了 马上进来 我看到了他 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眼眶又红了起来 声音哽咽想拉住我 却松下了手 我们出去聊聊吧 我点点头 到了公司外面 他好像压抑不住了 眼泪往外崩 我刚刚看到了好多脸熟的人 他们来过我的摄影展 对吗 我就说我发社交平台 都没什么点赞 那天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我还天真的以为 真的是我拍得好 我也查过 卖出去的话的账号了 都是你们公司里面的吧 我没有否认 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柳如烟擦了擦脸上的泪珠 却越来越多 最后蹲下来陌生哭泣 他缓缓抬起头 苦笑一声 好像想说很多话 最后只是一句带着哭腔的 谢谢 柳如烟把离婚协议书 从包里拿出 看得出上面曾经有水珠滴过 他签了字的 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 我没想到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是我太笨了 发现得太晚了 是我配不上你 我们离婚吧 几天后 我们领了离婚证 他拿着离婚证笑比哭难看 这次照片拍的 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静静地看着他 笨 柳如烟接着自顾自说着 知道我决定和你结婚后 宋熙竟然偷偷又回了我们家 那个公寓 砸了门窗 偷走了好一些 你送我的首饰和奢侈品 我报警了 宋熙已经被赌场的人抓住了 他甚至比他爸还欠得多 见我没有回话 柳如烟突然从包里拿出了摄影机和支架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说 我们拍一张合照吧 就当是我最后的纪念 我知道养设备和相机都不容易 这些设备卖来的钱我会还给你 还有之前的给宋熙的 还有 他苦笑一声 我不会再坚持摄影了 我知道我没有天赋 也没有能力 我爸妈已经劝我去找一个工作了 我会慢慢赚钱还你的 我摇了摇头 他眼神黯淡了下去 我说拍照可以 钱就不用了 你都净身出户了 也没有多少钱了 以后好好的 我们都要向前看 柳如烟沉默了半刻 你还真是绝情 连还钱的机会都不给我 说完 他站了过来 按下了快门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照 没想到也是最后一张 五十太阳升了上去 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着 我看着灿烂的太阳 心里的蝴蝶飞起 飞往更美好的未来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